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F22击落了这个气球 这是刚刚发生几个小时的时间 原来加拿大对待中共一直比较软弱 上一个气球飞进美国本土的第一个气球击落的 就是从加拿大领空飞过去的 加拿大没有击落 让这个气球飞到美国去了 这一次加拿大也硬起来了 加拿大跟美国是联合方空 有一个北美联合方空司令部 也就是两国的空军几乎是统一的 两国的领空是由两国空军统一守卫 所以这次是出动了两架战机 一架是美军的 一架是加拿大的 两架飞机击落了这个气球 我一直在说 国内的爆料渠道讲的一共是四个气球 这是四个气球吧 四个气球 第一个飞到南美去了 第二个在美国东海岸被击落了 第三个是在阿拉斯加前两天被击落了 这是刚刚今天又在加拿大的预空地区被击落了 这四个气球的就都有着落了 这四个气球都现身了 说明国内的爆料渠道的信息是非常准确的 第一批释放的这四个气球都露面了 南美洲一个曾经在哥伦比亚上空飞过 美国本土东海岸一个击落了 阿拉斯加一个击落了 现在在加拿大的这一个呢 也击落了 那就是击落了三个 跑到南美去一个 这是第一批释放的气球 国内的爆料还是非常准确的 今天又得到国内的消息 军方看到释放气球有效 有效的给习挖坑 给习难堪 给习制造了外交麻烦 军方又秘密释放了第二批气球 第二批气球据国内的爆料渠道讲 是小型气球为主 他们的飞行速度就更快 大气球第一批可能需要一周时间才能飞到美国 第二批气球就可能不到一周就能飞到美国 现在可能已经快到美国了 这第二批气球 军方企图通过气球不断入侵美国 刺激美国 制造类似911这样的袭击美国事件 就是让习近平彻底被动 现在能够威胁到习近平统治地位的 国内已经没有办法了 只能用这种办法 让美国来整治习近平 通过中美危机来搞掉习近平 原来能动摇习近平的是病毒 现在就是气球 据美国媒体报道 第一枚被击落的气球 美国已经发现了气球搭载了很多东西 在这个气球里 有美国22个军事基地与设施的详细资料 牵涉到9个国家的高科技产品 气球直径将近60米 可以装备大型爆炸物 载重相当于一架大型客机 它具备了先进的导航仪 并有主动及助动发动机 可在5万米以上长时间漂浮 寻找目标 间谍气球的不断入侵 激起了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愤怒 美国政府正式制裁中共6家相关公司 跟这次气球有关的相关的6家公司 主要是制造气球的 和制造这些气球搭载设备的6家公司 这6家公司分别是北京南疆空天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48研究所 东莞林空摇杆技术有限公司 英文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广州天海祥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和山西英文航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美国商务部说这些中国实体被列入制裁名单 是因为他们支持中共军方的航空航天项目 包括飞艇气球 美方还表示被击落的气球能够收集情报信号 是中共在全球进行军事监视计划的一部分 美国国务院也声明说高空气球的设备显然是用于情报解释 与气象气球上的设备完全不一致 现在美方已经是有大量的证据 实物证据打捞上的这些气球上的实物证据 证明这就是间谍气球 王菊花和五月三狗这次被彻底打脸 他们不是一口咬听这是中国的气象气球吗 美方现在已经有证据出来了 这个就是间谍气球 所以这两个获得大外宣身份 已经昭然越接了 这次中共的间谍气球事件 让美国上下同仇敌凯 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局长说 现在美国的敌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中国 他都没说俄罗斯是美国的敌人 他说只有中国就是中国 强调了两遍 只有中国就是中国 接下来美国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领土不断的被间谍气球入侵 如果是第二批气球再到接二连三 就是再一再二再三再四这样的气球入侵 美国人一定会被嫉妒 很有可能美国会在军事上予以反击 美国倒不需要派出什么 美国的间谍气球去中国 因为美国的卫星已经足够强大了 用不着这个间谍气球 很有可能是美军在南海有所动作 很有可能是端掉中共在南海岛礁上的军事基地 这个大家可以观察 美国人要出手一定是在南海 也有可能是麦卡锡议长 中原议长麦卡锡提前访问台湾 有意挑起台海冲突 美国在借机下走 这次间谍气球事件 是中美关系的一个里程碑事件 正式开启了中美军事冲突 广西的县委书记被绑架案的 中共现在已经全面封杀了 在新闻上你也看不到了 黄农民腾先的县委书记黄农民 被几个农民绑架的这件事情 新闻上你已经看不到了 网站上都看不到了 被中共拿掉了这个新闻 现在绑架案主犯陈克正还没有抓到 警方悬赏十万元正在通缉他 我觉得陈克正是好让的 这个家伙是个英雄 如果是有人能够见到他 尽可能帮一下他吧 掩护一下他 网民还是在私下热议这件事情 县委书记黄农民这个家属 就能拿出来一千万 一般的人家 谁家有一千万的现金呢 这个现金你要是去银行取 那还要取很多次吧 他们家就能直接就能拿出 一千万的现金来去当输金 这说明他们家真是有钱的 具体是怎么绑的黄农民 还没有更多的细节 我倒是原来看到过很多新闻 那都是一些一些有心人吧 冒充这个纪检委的人员啊 冒充纪检委的干部 去双规这些贪官 把他们直接就带走啊 很多企业 在什么陕西这个同川呢 还有这个什么其他的一些地方 有的是把校长给这个带走的 有的是直接进办公楼把什么局长带走的啊 挂上纪检委的名牌进这个办公楼 就带这些探官把他们押走 还有的是建立一个什么 搭建一个审讯室 把他弄去审讯的 让他说出钱在哪 所以这种新的劫富济贫的方式啊 我是我本人是非常赞成 中国人发家致富的一条出路 可以向这几个农民学习啊 向陈克正他们这几个农民学习啊 多弄几个县委书记 多让他们出几千万 俄国的副外长维尔西宁啊 他11号呢 有一个讲话啊 他说呢 俄国啊 希望跟乌克兰谈判 而且是无条件的谈判 几乎是祈求乌克兰进行谈判 俄国啊 现在受不了了啊 我看到很多资料 俄罗斯的财政啊 现在几乎接近崩溃的边缘 啊 他的能源嘛 他主要靠能源出口 能源现在被西方制裁 说不去 财政啊 现在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据说还能支持六个月啊 俄罗斯的财政上的支撑六个月啊 如果仗继续打下去 俄罗斯的财政啊 就会彻底崩溃 最近呢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外交上斩户颇风啊 他去了英国访问 大家看到了啊 又去了法国 在法国见到的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统索尔茨啊 又到了欧洲议会啊 跟所有欧洲欧盟的各国的领袖会面啊 一时风头无两啊 最近要到了三百多辆先进的坦克啊 先进的飞机也在路上 盟国最后一定会向乌克兰提供先进的战机 本来说俄罗斯呢 要在春季二月份有一个春季大反攻啊 现在看俄罗斯没有这个实力 进行春季大反攻的很可能是得到重型坦克的乌克兰 俄罗斯很有可能战败啊 一旦俄罗斯彻底战败 中国就彻底暴露在西方面前了啊 西方就可以全力以赴的围堵中国对付中国 武汉的白法革命啊 白头发革命啊 这退休职工吧 都是白头的 原来是白纸革命 现在是白法革命啊 白法革命还在持续 还不断的有退休职工呢 出来示威啊 我看都被请到一个什么大礼堂去了 这些人啊 15号啊 肯定是有全国联动的退休职工的大示威 我看大连人呢 已经动员起来了 他们15号呢 会去大连的人民广场去示威 还有很多城市啊 15号也会举行示威啊 我这是爆料邮箱就接到了很多消息啊 出于安全原因的不能提前公布 15号大家看戏 这是一个武汉的退休大姐啊 他也呼吁大家都去抗议 我260块093 我以后只变成83块 是不是抢走了一大半年 我们很心寒啊 我们不是白白的拿的这个医保权 不是国家给我们的补贴 这是我们在工作区间 我们矛盾所得 节目在手下洪森啊 来中国访问 一个要贩花子啊 就是总来中国要钱啊 总是口头支持中国 什么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只有他来这个中国访问 还要去武汉 武汉那个时候封城啊 中共公开就报道啊 是中共外交官劝他 我们的领导人都没去 你去不合适 胡森就要去武汉 总来这个中国做这种支持中国的假动作 最后拿走的呢 是真金白银 这次又来中国访问 习近平啊 是白送他3亿人民币 啊就这个钱是捐赠的 给监埔寨的啊 就不是贷款 也不是借款啊 就是白送的就是原住 西包的中共啊 就是宁与友邦 不与家奴嘛 退休之工 那个几百块的 两百多块的要补贴啊 他要给扣下啊 给外国人钱 给监埔寨钱 给非洲钱 几百亿几亿这样给 在中共的眼里啊 外国人都是人啊 只有老百姓不是人 国内有爆料消息传过来啊 关于王小红的啊 王小红啊 最近有点失宠啊 他可能要失去公安部长和书记处书记啊 这个这两个职位啊 有几个原因啊 一个原因呢 是他身体不好 换肝以后恢复不佳 身体呢 撑不住高强度的工作 第二个呢 那竟然是王小红跟彭丽媛走的太近 习近平跟彭丽媛结婚的时候啊 当年在福建在厦门 王小红就是嘉宾之一啊 他在当地当国安局副局长嘛 厦门啊 就是参加过习跟彭的婚礼啊 王小红作为习的亲信啊 一直涉入习的家事颇多啊 如习跟彭有矛盾了 王小红呢 经常以调解人的身份出现 王小红跟习近平的这个关系 更像王立军跟薄熙海的关系啊 就是他们这种乱套的关系 你讲小王叔的时候 要详细讲给大家 习近平抱负远大啊 心胸也博大 他对彭丽媛跟谁交往呢 他也不是太在意 但是还是对彭跟王小红这种关系 如梗在喉 王小红在二十大为了习 是立了大功了 通过特勤局监督这些王元老 策动二十大政变 王小红是立了大功的 但是王小红呢 没有进入政治局啊 他就感觉到很包曲很很很委屈 多次跟彭丽媛讲啊 他没有进入政治局 他太委屈 习啊听到这样的抱怨啊 习也是非常反感 再加上王小红身体不好 所以说习呢 现在基本的确定啊 就是王小红要被调职啊 国安部部长啊 有可能由上海来的公安局长 书庆接任啊 书庆现在已经到公安部了 啊还有可能呢 由政法委书记陈文青接任啊 政治局委员陈文青接任的公安部部长 啊还有一个可能呢 调到中央的省委书记吴正龙啊 他来接任公安部长啊 这三种可能 一个是吴正龙啊 一个是陈文青 一个是书庆 习包子撤王小红的职啊 不排除王小红跟习近平翻脸啊 那就是王立军事件的翻版 最近呢 美国大使馆是否会有一个中共的高官 来要求避难啊 这个我们大家都拭目以待 我个人呢是乐观欺诚啊 有那种事件那是太好玩了 狡兔死走狗喷了 又到欢乐环节了 有一个国内的网友 他在网上看到贵州什么西江啊 千户苗寨啊 有一个什么节日啊 在那跳舞的迎宾呢 都是苗族的小姐姐啊 全是美女啊 他就驱车两千多公里啊 赶到这个苗寨 到那一看吧 哪有小姐姐啊 全是老大妈 就非常失望啊 大家看照片 这个小伙子是生无可恋的 一看到这个小姐姐都没了 啊 网友就调侃说啊 你来晚了 小姐姐们都老了 原来是小姐姐啊 现在都变成老阿姨了 好了 大家记住那句话 民心就是真相啊 民意就是力量 哇 你怎么能有个好多事情 会来的 我